不拍AV了 三上悠亚砍掉重脸 从梁祝涵当女团偶像 日本AV借新一代天后 三上悠亚要封骗丛凉了 三上悠亚从偶像转作AV女优以来 深受亚洲男士欢迎 去年起走出日本 来台办见面会吸金 还节拍香港电影 日前她到韩国首尔开唱 更是反映空前 据悉 三上悠亚打算明年出以K-pop偶像身份出道 到过韩国不下十次的三上悠亚 本身十分喜爱韩流K-pop 偶像身份出道 还放话将加入韩国女团 换句话 三上悠亚效法前辈苍净工从梁 并慢慢脱离AV借陆寒微博发文公开恋情 这是我的女朋友关小录大陆 当红男星陆寒今天中午在微博发文 公开与刚满二十岁年轻女星关小录的恋情 网友一开始都以为是假的 肯定是微信宣传 但随后陆寒经纪人也在发文正式欢迎祝福 此事瞬间成为网络热门话题 有网友开玩笑说公开一个恋情 弄挂了微博 工程师要提早收假了 今年二十七岁的陆寒 今天下午在微博简短发文说 大家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关小彤 她并且直接标注关小彤 没有过多解释 相当干脆 相隔不到两分钟 关小彤也在自己的微博上 发文标注陆寒 同时搭配红色爱心 一开始网友还半信半疑 因为陆寒之前才与另一位女星迪丽热巴音参加奔跑吧 兄弟而传出绯闻 而陆寒从头到尾并未证实或否认 然而随后陆寒经纪人也发文确认 陆寒老师公开恋情 欢迎祝福 众家网友才忠 于死心 集体宣告失恋 陆寒与关小彤据说是因为近日合作拍摄新戏甜蜜报 基尔结缘 关小彤今年刚满二十岁 北京满族人 本姓瓜尔家世 祖父是秦书大师关学曾 父亲则是大陆知名资深男星关少层 关小彤四岁就因为父亲的关系 开始演出电视连续剧 去年夏天考进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 也因为是童星出身 被网友拟称为国民闺女 陆寒公布恋情之后 观想童的微博立刻涌进 大批网友留言 甚至一度瘫痪 就有网友笑称 微博工程师要提早收假了 网友对于这段恋情反应不一 有人祝福 也有人买骂 认为对方会拖累自己的偶像 陆寒工作人员私下表示 陆寒选择今天公布是为了欢庆开工 而且两人是真的在一起 多多祝福北 陆寒 迪丽热巴 吴起立三个月没见吴卓琳 闺蜜爆料 瘦得跟丧失一样 17岁小龙 女吴卓琳日前公开出柜 并且离家出走于30岁外籍 望红安顶同居 已经长达三个月没有 和妈妈吴起立见面了 吴起立在女儿出柜后 虽然始终保持一派轻松 还开玩笑说不必养孙子 但她的闺蜜 女性郭秀云则透露 吴起立其实非常担心吴卓琳 为女儿擦布丝 饭不响 已经受得跟丧失一样了 郭秀云在接受香港 媒体访问时 坦白十分担心吴起立 形容她现在受到好像丧失 大大的黑眼圈 我还要逼她吃东西 万圣节不用化妆 她飘出来就像个鬼 郭秀云也大叹 吴卓琳对吴起立不是一个女儿 对妈妈应有的态度 她说并不是反对同性恋 问题在吴卓琳现在仍然未成年 大家都年轻过 都会不知天高的后 自以为什么都懂 这时候很容易犯错 吴起立不久前曾接受访问说 和女儿已经三 各月没见面了 不过每星期还是会给她零用钱 吴起立也说吴卓琳要打工养女友 并且已经找到一份工作 月入大约有新台币四万元 她自责过去太宗女儿 让吴卓琳对金钱毫无概念 吴起立 转 转 敬 转